新鲜肉盘一层层叠上去 国内不少餐厅都常见 眼睛眨牙眨的送餐机器人 从迎宾待位送餐到回收餐盘样样来 另一款机械手臂拿着空杯注入冰块和饮料 人们买杯手摇引不用带现金 行动支付或刷卡就搞定 还有还有来到拉面店素食店 一台自助点餐机收钱找钱横在行 餐饮自动化在疫情间崛起 无接触也缓解缺功问题 不过有些人却不以为然 老要不用那套跟年轻人去吧 叫年轻人点吧 不用花那个脑筋去学那种东西 主生也会比较轻松 就可能有些人比较内向 不想要交流的话 点餐是蛮方便的 那手机用商把电源称一下是318点 从定位点餐到送餐 以前得打电话预定 现在手机APP操作 系统自动通知餐厅 点餐不再考电源记忆力 扫QR Code不到三分钟就解决 送餐也不怕不小心打翻 机器人走得稳 送得也精准 但难免有状况出现 很多人像我一样肉点得很尽兴 但到最后却忘记送出了 这才发现餐点怎么这么久 还没来 小姐你的餐点订单是不是还没有送出呢 偶尔可能会遇到一些 比较系统比较不稳定 那或者是网络讯号不好的状况之下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不过我们可以透过就是人工的方式来协助 刚顾客这边来协助做所谓的数位的撒码点餐 那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比较不宁状况的情况 大概一个月可能会出现个大概一次左右 台湾区市研究调查显示 国内餐饮业POSE系统导入高达76% 超过一半的业者有数位服务 大缺工时代 透过AI人工智慧 让餐饮服务业面对新变局 消费者也得跟着升级 明镜区员有限公开台报道